為什麼要跟柯恩做 那人那 你如果把那個學校 我們上去我們老人家 你怎麼把那個我們認一下 收到我來歡迎 他大總很討厭 林森文說藍白合了士氣大陣 我告訴你林森文講對一半 他不是士氣大陣 是氣的大陣 現在國民黨基層70 我跟你講看那個手機看那個電視 是一邊看一邊罵 侯友宜你稍微把你的副手 稍微提點一下好不好 現在林森文說我們的士氣很旺 我們的士氣從來史上未有的這麼旺盛 我跟你講對多一個字 我們的氣道旺盛不是士氣旺盛 基層的選民真的氣道旺盛 侯友宜不當父的就不會合了 因為柯文哲想當父的 柯文哲想會了 他想當父的 因為柯文哲真的 他證實他是想當父的 可是柯文哲身邊的女將們 沒有一個人同意他當父的 我放森山今天去幫他領表 他還能當父的嗎 不行啊 就是跟你講嘛 我表已經領了 簽名 簽名 我不想 簽名 少廢話 給我簽名 登記的表格在黃珊珊手上 身分證錢都在陳佩琪手上 所以柯文哲選不選不是由柯文哲決定的 一個成功的男人 背後一定有一群成功的女人 偉大的女人 這群女人推著柯文哲往前走 其實兩邊都想當政的 那你就覺得很納悶說 民眾黨這邊不是講說 沒有我們打算退的 侯友宜昨天也出來講說 沒有我當父的也可以 這兩邊是搖幾個小子嗎 因為你看立刻有消息 黃珊珊今天下午四點鐘 要代替柯文哲去領表 領表到最後會不會登記呢 你看今天早上又吵翻天了 侯友宜昨天不是溫情喊話嗎 想要把民眾黨摳回來嗎 柯文哲就直接嗆聲說 民調多如兩次 你就會不同嗎 我覺得國民黨你幹嘛可憐兮兮呢 你幹嘛要被這個柯文哲玩呢 我覺得侯友宜昨天下午四點的記者會 很多藍營的朋友在看 因為大家期盼的是 侯友宜要翻臉了 像個男人 像個漢子 像個警探 就是說 既然柯主席你不選 我們國民黨選到底 走報名去 我本來以為會這樣 後來卻不是 那個記者問他說 現在到底有沒有要合 你知道侯友宜怎麼回答嗎 你們很想知道嗎 我本下告訴你 這是聖經的事情 親服 隨便 要隱藏什麼 隱藏心中的恐懼跟不安 為什麼 根本沒有盤算 沒有盤算 你講不宜人家嘛 大家看我這張表 還要談嗎 不用談了啦 我告訴你 這張表 咚咚咚 五個紅圈圈勝 撇掉三趴六趴的問題 柯文哲贏啊 對不對 柯文哲贏啊 那你侯友宜 你怎麼說沒有啦 那個不對啦 其實我們再把另外的三份加起來 一起來談 這邊就已經有了 為什麼還要加那三份 因為那三份對侯友宜有利嘛 所以柯文哲不要 那當時在談判的時候 為什麼同意把它拿掉呢 對不對 所以我說侯友宜是沒有 沒有籌碼來談了 另外大家可以看 這個對國民黨的傷多重 你知道嗎 國民黨在Google Map上面 被人家改成中國國民黨 讓六趴中央黨部 讓六趴耶 然後侯友宜昨天 應該要台語唸 不行啦 那會被逼掉 對 侯友宜昨天在記者會上 其實全程 除了剛剛舉經說的 他說我沒有說我不當父的 其他的時間都在說 沒有六趴 對 沒有六趴 沒有六趴 聽久了 如果用台語講就不好了 就不好 就讓大家已經把整個國民黨的尊嚴 就剩六趴 就六趴 你看 柯文哲要甩掉他們四趴黨 甩了多久 現在國民黨變六趴黨 為什麼 讓六趴黨 很難聽 那我在講侯友宜說 我沒有說我不當父的 那不就結了嗎 我告訴你 如果藍白要和 侯友宜昨天那場記者會 不是狠就是哭 狠的話就是 選到底啦 怎麼樣魚死網破 拚了各走各路 另外哭就是什麼你知道 我辜負大家的支持 我決定當柯文哲的副手 我願意選副的來促成藍白和 不就和了 不就和了嗎 侯友宜你狠也不行 哭也不會 柯文哲至少會哭啊 柯文哲那天一哭 你看柯粉都回來了 侯友宜也哭一下啊 對不對 你展現的是那個 所謂的不在乎 所謂的都可以 所謂的讓記者你慢慢等 解決了沒有 沒有解決 所以我就很納悶說 你看柯文哲那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讓六趴 讓六趴這東西 已經藍營的智者凝聚起來了 你為什麼昨天下午 還要突然開那場記者會呢 一鼓作氣再而酸三而結 現在已經是整個世紀已經枯竭了 已經枯竭了為什麼 現在大家看到藍白要開記者會 大家想法是不用看了 不要看了 歹戲脫捧 可是我告訴你收視率還是會很高 不要看他們 到底講些什麼話 我跟你講 就像以前我看八點檔一樣 男女主角相約去郊遊 出車禍了 到了男的不幸已經往生了 對不對 可是明天真的有往生嗎 再看葉克摩又救回來了 然後沒有救不好 葉克摩又感染了 到底怎樣 就是一個車禍 葉克摩 蘇雪 可以給你拖十五到二十幾 國民黨今天就這樣啊 大家知道是歹戲脫捧 可是一定要看嘛 為什麼已經看這麼久了 那現在藍贏支持者 是站在誰那邊 他會不會覺得說 對於侯友宜 他覺得他應該要嗆聲的 為什麼昨天還要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我們昨天在議會 其實絕大多數的 包含有很多助理 都是國民黨支持者 他說 將軍啊 你以前是國民黨的 這有沒有骨氣啊 讚了嘛 怕什麼 對不對 打不贏 選不贏 大不了不做官嘛 不選連人都不要做了 每個支持者都這樣講 那你侯友宜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 可是為什麼侯友宜不敢翻臉 侯友宜很清楚嘛 一翻兩瞪眼 不是選贏就選輸嘛 為什麼還沒找到 對 我在想說 因為他最想找的人是誰 你知道嗎 韓國瑜 侯友宜最想找的副手是韓國瑜 可是韓國瑜說 當院長比較好 我幹嘛當你的副手 對不對 當院長成功機率比較高啊 然後 他第二個想找的是柯智恩 但是柯智恩跟他之間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可以談的 那柯智恩目前是拒絕了 所以 侯友宜要找誰 侯友宜要找誰去當他副手 你一定要找個有名的嘛 因為賴清德已經找了蕭美琴 這麼有名 這麼亮麗出來 整個那個紳士大長 你侯友宜一定要找個有名的啊 那有名的都不要啊 沒有名的不管你找誰啦 不管是學者啦 不管是企業家啦 你只要找沒有很大的政治名氣的人出來 他的名字永遠叫兩個字 備胎 他永遠叫備胎 不管是誰叫備胎 你本來要找柯文哲的啊 柯文哲不要才變我啊 你本來要找韓國瑜的啊 韓國瑜不要才變我啊 你本來要找柯智恩的啊 柯智恩不要才變我啊 所以願意答應侯友宜的人 我相信是有 可是呢不好找 所以侯友宜 昨天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我覺得他期盼藍白河 是另外一回事啊 他要把他沒有選到副手的時間 往後拖 否則中堂會一去 欸後裏的副手呢 嘿嘿你猜還在找 那怎麼辦啊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現在是捉襟見肘啦 真的不行了 朱立倫就下去吧 朱立倫下去跟他配吧 侯朱配也不錯 變動物園也蠻好的 欸但我們說藍白現在很幽默欸 民眾黨今天早上開了一場 沒有黨主席沒有柯文哲記者會 你看看現在畫面上 是侯友宜這邊開的記者會 一樣是沒有侯友宜的記者會 專家對專家的對決 那幹嘛浪費大家的時間呢 好我們請教將軍喔 因為我覺得現在旁邊的人喔 國民黨內部的人喔 現在出現了自我矛盾啦 為什麼呢 連勝文這邊說 互相棄保就會被選民給放棄 他說從來沒有像這一刻啦 感覺到藍軍的士氣 這麼樣的高昂 很多支持者開始回歸聚攏了 這可能是離成功最接近的一刻 好藍茵真的士氣大政嗎 趙少康喊話說 藍白破旗我們乾脆戰到底嘛 國民黨也會贏啊 哇這是打誰啊 打侯友宜嘛 趙少康跟連勝文講的不是同一件事 趙少康就說別再拖啦 拚到底就會贏 連勝文說藍白合了士氣大政 我告訴你連勝文講對一半 他不是士氣大政 是氣的大政啊 現在國民黨基層70啦 我跟你講看那個手機 看那個電視是一邊看一邊罵 可是你去關掉他會罵你 對不對 你這麼生氣別看了關掉 幹嘛關掉 幹嘛關掉 說不定他等一下講關鍵的話了 但全場聽完沒有關鍵的話 昨天侯友宜出來講 今天長輩吃豆腐了 因為他認為 柯文哲會親自出來回應 最後是黃珊珊出來回應 柯文哲一定很生氣啊 哎呀被占便宜啦 下午沒開一個 我也不出面 由你們來出面 你跟我上民調 我跟你上民調 大家在上統計學 你知道嗎 這很幼稚耶 馬上要參加是 中華民國的總統登記 而不是參加聯考的統計學考試 你知道嗎 現在在教統計學了 是你說你的6%是騙人的 我告訴你沒有6%對不對 就在搶這個6%與不6% 那我覺得 侯友宜 你稍微把你的副手 稍微提點一下好不好 現在 林聖文說我們的士氣很旺 我們的士氣從來史上未有的 這麼旺盛 我跟你講對 多一個字 我們的氣道旺盛 不是士氣旺盛 基層的選民真的氣道旺盛 為什麼 每個人都講說 哎呀 這到底侯友宜有沒有選啊 人家都登記了 現在連賴佩俠都去領表了 侯友宜要不要領表啊 侯友宜還真不敢領表 因為侯友宜講嘛 我會等到最後一刻鐘 什麼時候你知道嗎 就是星期五的下午的 3點50分左右 最後一刻 不對45分 一刻鐘15分鐘 等到最後15分鐘 侯友宜再決定要不要參選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那如果 柯文哲在你前面先登記了 耽誤了15分鐘 國民黨都缺選了 國民黨就沒有人登記 那難道這是侯友宜最後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伏筆嗎 就是我不是不登記 是因為柯文哲寫太久 對不對 他的前一刻登記太久 我沒有幫他登記 國民黨可以接受 這次沒有人選嗎 柯文哲在禮拜天講出來了 我會用民眾黨總統參選人身份 拼到底 人家已經說了 而且余秀也講了 只有柯侯佩 那不就很明白了吧 柯文哲你要合只有一個辦法 很多人還是說藍白會合 一定會合 對 我也認為會合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侯友宜當附的 剛剛原子就說藍白會合 對 侯友宜當附就合 那侯友宜有可能當附的嗎 我覺得現在 如果按照侯友宜所提出來的條件 不太可能當附 那對啦 所以藍白不會合嗎 對 如果侯友宜不當附的 就不會合了 因為柯文哲想當附的 柯文哲想當附的 他想當附的 因為柯文哲 真的他證實他是想當附的 可是柯文哲身邊的女將們 沒有一個人同意他當附的 就是跟你講嘛 我表已經領了 簽名 簽名 我不想 簽名 少廢話 給我簽名 給老娘簽名 我直接講 所有登記的表格 柯文哲在黃珊珊手上 身分證錢都在陳佩琪手上 所以柯文哲選不選 不是由柯文哲決定的 所以柯文哲想退 但是他旁邊的女人 會逼著他去選 所以一個成功的男人 背後一定有一群成功的女人 偉大的女人 這群女人推著柯文哲往前走 但是是不是壞事 我在友台的時候 陳記仁說 柯文哲這樣都聽媽媽的有錯 你知道慌 陳志涵講出一句話 聽媽媽的話有錯嗎 我們當場把話吞回去 對 沒錯 可是國家大師不能聽媽媽的話 國家大師是選你當總統 不是選柯媽媽當總統 不過柯文哲真的 我們真的經過證實 他不想選總統 他想選副總統 可是他身邊的人說 頭都洗啦 選到底啦 不要怕 所以柯文哲現在說 好啦 你們出去講 我都躲起來 所以都變這樣 柯文哲這樣做了 那麼侯友宜 你的柯媽媽在哪裡